大家好我是明明 今天我们来到深圳华为的地方 那体验的东西自然是跟华为有关的 今天体验的主要是华为的一个智能座舱 然后还有个智能驾驶的一个东西 那体验的侧型是我旁边这台 吉弧α S Hi版 那为什么叫Hi版 因为这次它官方的一个读音 而不是读嗨的一个东西 然后Hi的意思是华为Insight 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说 第一部分是它这一套驾驶硬件 自动驾驶辅助硬件是怎么样的 那首先最主要的其实是三个机关雷达 这三个机关雷达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相比于一个摄像头能够检测到更多的一些深度信息 对一些小的物体它检测的会更加准确一点 那它设定的位置是车头一个 然后这两边分别有一个 这样做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它的一个范围会更加广一点 那从这边的一个侧面 要到前面到那边的一个侧面 加起来的总共300度的一个角度它都是能覆盖到的 它对侧面车链的一些识别更加好一点 比如说从右边有台侧前加三里的话 那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机关雷达就能把这个信息给识别出来了 所以这三个机关雷达的一个感知范围感知的一个精确都会更加好一点 然后这台车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它的一个摄像头 然后车头侧面还有车壁股都有很多摄像头 它们能够去做一些视觉识别 包括现在红绿灯里的一个车道线都是能识别出来的 像刚刚的一个体验里面呢 它遇到红绿灯它其实能够实时的把红绿灯的一些红灯 或者是绿灯的画面直接在车机上仪表上去显示出来 那包括现在一些可能机关雷达不方便识别的东西 也是由摄像头去处理的 所以这台车的一个驾驶硬件呢 它的一个驾驶辅迹约其实真的很强的 OK那大概驾驶硬件就到这里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驾驶辅助相关 我们刚刚已经坐着这台车去试乘了一圈 那先把它的一个试乘的一个路况给大家说一下 它是一个比较畅通的一些程区道路 然后包括一些比较封闭的一些程区快速路 大概是这样子 那它的一个表现呢 个人觉得还是很惊艳的 我挑几个点来跟大家说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它的行进过程中 对周边车辆的一些识别真的是太广了 到时这里的话 我会给大家放出一个画面来看一下 前面侧面的一些识别都很好 包括现在一些横在路中间的 横在路旁边的一些车辆的一些角度 它都能很好的识别出来 这就比起我们熟知的好像特斯上一种 它的一些可能像幽灵车一样摆来摆去那种情况 这样子其实好很多的 那第二个是它的一个变道的这么一个决策执行 其实还是很聪明的 它会根据前置 还有其他车道这些车辆的速度 去做自己的一个变道的一个决策 比如说我要靠右去下一个扎道的话 那我右侧车辆慢的话 它会先带刹车把速度减下来 然后才去并到右边车到那车后面 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它还是挺聪明的 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我们走的时候 遇到一个就是什么路边有一重草 它会凸出来一点的 那一个东西 如果你纯靠色线头去识别的话 其实有可能识别不出来 当然因为有机关内达的一个存在 它是很好的就识别出 那个草它是凸出路边出来 它有做一个减速 做一个躲避的一个动作 包括最后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是什么呢 我们走到一个地方我们要掉头的话 整个掉头过程中也是它自己去实现的 那速度虽然是表迪是20级 但是它整个范围整个动作是很流畅的 所以这个驾驶辅助的这本一体验嘛 从现在的这个路况来说呢 个人觉得表现很好 但是我更期待这个驾驶路况 去到一些真的很滑滑的程序的时候 它有怎样的一个表现 当然这一部分呢我们等以后 它有相关的这些活动或是有下车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一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它的一个华为智能作倡了 这一点呢我们上车去说 那来到车内的体验呢 重点自然是这一个华为智能作倡的一部分了 那最重点呢其实是这一个鸿门车机 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鸿门车机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受 就是它的一个功能性 它的一个往上存在性 我觉得很高很高的了 比很多车企的一些车机都要表现好很多 但是呢它也不是说近商近美 其他有些小瑕疵呢 我觉得是可以以后去改进一下的 那其实这台车它的一个车机用的一个SOC呢 是轻的990 但是呢它还集合了其他模组 所以整个模组的名字呢是叫做9610的 这个性能呢其实是非常足够的 比如说像我这样滑动一下车机啊打开应用啊这些东西 所以在性能方面呢我觉得大家是完全不用去担心的 那第二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UI界面的一个小地方了 首先呢它整个这外面主页的话它是分成了三个小卡片 那三个小卡片呢是分别显示不一样的内容 比如说这边有显示一些产业过程的小卡片 那中间呢可能是导航啊最边边是一些天气信息的 那这三个小卡片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用三个手指去滑动的时候 把它给拖放过来的 所以有时候呢可以把地图拖到去副驾这一边 然后要副驾慢慢设置导航之后呢 再反过来这边给主角去看的 所以这个设计呢个人觉得是可以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那第三个地方呢是它的一个功能其实挺多的 这个功能来源什么 第一个是它车里面本身集合的一些功能 第二个呢是它现在其实接入了华为的应用市场 这样已经适配了三个30多个APP 比如说像哔哩哔哩啊然后优酷视频 网易新闻这些其实都是能够下载能够去安装的 那再加上整车的一个音响呢 它的其实一个观影效果其实更加好一点 那第四个地方呢什么 就是它跟手机 就是你鸿蒙手机就是你的华为手机 其实有一个互联的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里有个例子播客 那如果你手机打开它之后呢 然后其他能够实时同步到车机上面 你手机播什么 它就直接播什么 包括像地图也是一样的 所以它这一个手机互联的地方做的比较好 另外如果有些应用不支持这个互联怎么样呢 这也不用担心 它这里有一个手机投屏的一个能够呢 它可以完完全全把整个手机的一个屏幕给投射上去 然后通过这个车机来去操控你的手机 包括你的横屏啊 包括竖屏啊 包括你的点啊 这些都是可以去操作的 所以这一个车机跟手机的一个互联的话 我觉得比很多其他品牌应该现在是做不到的这个东西 那最后一个要说的是什么 其实能感觉到它整个车机的一个 去设计的一个逻辑呢 是尽可能的去往手机那方面去靠的 因为我们现在用手机系我们用的很习惯了 能让车机把手机这一套流程 这一套UI操作搬过来之后 然后再针对车端的一些使用去做改变的话 那些很多本来用手机 现在用手机的一些 不管是年轻人啊 还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人呢 上手的都会更加好一点 OK 这都是这些车机好的地方 那有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个人觉得最主要是一个东西 它有些地方的一个反馈不太够 你比如说我去打个ADP的话 其实它给我的一个去反馈的一个动画效果 其实不太够的 包括我去点按这些功能界面的一个按钮的时候呢 它给我的一个反馈也是不太那么直接 有时候我可能还会点出一点 包括一个信息显示的一个界面啊 还有一个按钮的一个虚拟按键的一个区域呢 我觉得还可以做得再大一点 更方便你去行车的时候使用 那另外一个除了车机本身这方面之外 像仪表盘这里也是它现在显示的一些界面啊 它显示的字啊我觉得还可以再做得大一点 这样的话真的能方便大家去开车的时候 能够更好去获取信息 OK 车内的一个体验呢大概就这样了 结尾呢我们放到外面去说 那经过这简单的体验呢 其实这台车智能化的一些表现呢 其实已经超乎我的预料了 它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呢 一个表现真的是很好 当然我更期待它能在一些繁忙路段 也能达到如此的表现 但从今天的一个表现来看呢 它其实已经像一个老司机一样 能够去处理不同的路况 不同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这套驾驶辅助软件 我觉得它大有可为 那第二个地方呢是它的一个智能座舱呢 正如刚刚所说它的功能真的很丰富 但是在跨速发展的同时 我觉得它有一些细微的地方 还是需要去调节点的 当然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后期我们还是可以通过OTA去更新 不是吗 OK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